KK Mart真主挖案 包括创办人拿督斯里、蔡志全夫妇在内5人 仅在沙阿南高厅面控 警方大清早在法院外严阵以待 警方于上午7时30分已在法庭大门外部署警力 以监控和防范 除马华公共服务局及投诉部主任拿督斯里张天赐 今早现身沙阿南法庭声援友人 KK Mart老板拿督斯里、蔡志全、马华棠的理事和会员也到场 KK Mart真主挖事件5人被提控的消息于昨天晚上传出后 不仅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也引起了广大马来西亚人民的关注 根据五级阿曼警方在媒体文告中指出 嫌犯因抵触刑事法典第298条文和第109条文 而被指控故意伤害他人的宗教感情以及教唆罪 警方迄今在全国已接获178起举报 涉及KK Mart便利商店双微镇分店出售应有阿拉字样的袜子